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台南市下了一整天的雨 好不容易晚上天气稍微的放晴 那就出来拍拍片 要带各位逛的是 围在台湾、台南市、中西区 非常有名的一个景区 也不算景区啊 一条小小的巷弄 但是现在呢 变成来到台南市旅游的时候 必定要去的一个街景的一个位置 就是神龙街 这是神龙街口好吃的鸡蛋糕 叫做Nini 两个姐妹开的 推荐各位到神龙街口要吃的鸡蛋糕 吃了鸡蛋糕之后口渴 吃了鸡蛋糕之后口渴 可以跟这一间茶园市的李老板 跟这茶园市的李老板 点一杯饮料 其实各位看到神龙街这边呢 很多装饰品都是他弄的 包括各位看的这个灯笼 看到这个灯笼 还有店家 等一下进去看店家的部分 灯笼坏掉了 也都是这个茶园市的李老板 小李先生所弄的 你看到这边钓的竹笼式的 还有捕鱼的坏掉的糊球 他都把它改造成灯笼的方式 都呈现很有特色的地方 那今天呢 因为下午下了很多大雨 雨水非常的多 那看地板都还湿的 所以说今天礼拜六 神龙街没有很多人 这边 救命应该是五条港的北四街 这是很多人会拍完美的地方 叫做五流手 这是一间日料 日本料理的餐厅 好的 我们就往里面逛吧 这台人是晚上可以逛的地方 除了夜市以外 我建议各位 可以来神龙街这边走一走逛一逛 那因为现在 这边看到的游客啊 晚一点 就会看到比较多的外国人 每间店都有每间店的特色 也要 Hollickey 哪有您讨厌 我听见 Other Sang隆街 讓各位看一下 以前 台南市 在大园 那个时期 也就是 正神龙来到台湾之后 成大園 另外这边呢 因为这边五条港 这边对在大陆那头一个通商 那这条呢 北市街是最热闹的 后来会改做成神龙街的原因是 这条街走到底有个药王庙 药王是什么 就是神龙市 所以说就把这条街 到后来改为神龙街 在这边会有一间金华湖 中间有一间金华湖 那很多文创商品的店 这是一个市集 那原先这边呢 没有那么热闹 现在慢慢的人才都聚集 自从CNN 美国的CNN报道 有关于台南的报道之后呢 基本上很多外国人都会来这里 很有特色 你看到这些灯笼呢 有些都是南台科技大学 也就是我母乡那时候弄的 那移留下来 那现在这些灯笼呢 维修上基本上就是 刚刚看到那个茶医师的李老板 店家如果灯笼坏掉什么的 有点问题都找他 请他来协助处理 每间店都有特色 晚上的神龙街比白天漂亮很多 请各位来这边逛一定要是 晚上来逛 今天礼拜六应该是比较少那个学生 的户外教学会来这里 他们都是一般的自由行的散客 那团客的部分呢 时间上会晚一点 会团体游客进来 这条街呢 基本上并不是很长 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逛完了 除非你在店里面还要去shopping 买东西的话 基本上时间上就会比较久 这都是这边一些比较特别的店家 怀旧风 神龙街这边越晚越冷了 现在的时间点才七点多 晚上七点多 慢慢的就有酒吧出现了 这些店家基本上呢 他的门面都不能去做整修 自从被定为特殊的地点之外 之后不是之外 对不起之后呢 这边要店面要修整 都要经过台南市政府那边 相关单位的先做申请之后 才能去改 那相对的啊 因为这房子老旧的 你也可以跟市政府申请经费 就屋主可以跟市政府申请经费 那来把这个房子啊 做一个鼓墙的工作 这就是晚上的神龙街 前几天是谷雨的时候 才能没有下雨 但是在谷雨之后呢 就开始下雨了 这一条呢是康乐街 目前走到这边康乐街 那神龙街比较热闹的就是康乐街 跟海岸路中间 也就萤幕看的这一段能够比较多 那我们现在走过康乐街之后 走到对面这一小段 一直到药王庙这一段呢 基本上就比较没什么 这边有一间店家比较特别的 它那个基本上呢 它那个门啊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玻璃做旋转 也就是现在 萤幕中看到的这一家店家 这间店家比较特别 它的门呢 就是这一道 看到的这个落地窗 这是它的玻璃门 用旋转的方式进去 有没有发觉后面这一小段 一直到正前方那间庙 与药王庙的这一段呢 就没有店家在晚上做营业 后面或许是 是这边有大楼的住家 这个基本上就 希望晚上能安静一点 我就带各位走到最后面 药王庙之后再折返 这中间末端 就发觉这边就比较没有什么了 好了 正前方就要玩没有了 好的 正前方就是药王庙 马上门就关着了 好的 影片就是DJ阿州所在的台南市 神龙街这里为各位所拍摄的影片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开启订阅模式 关注我的频道 有你的支持 有你的把我频道分享给你亲友看 我就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 我们下支影片见吧 佛有期 佛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